哈嘍大家好 我們在上一集呢 成功的破解一些很簡單的謎題 然後來到了這個遺跡裡面 然後我們發現這個文字之後 接下來又叫我們去找另外一個遺跡 對找不完啊 我們似乎要把這 整個這個地形的整個地方都跑遍了 然後那接下來呢 因為他說那遺跡可能會需要用到跳躍藥水 這邊剛好有撿到兩瓶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啊在這之前 我發現 他這些箱子又重置了 好像只要是重新讀取他就會重置 那所以這遊戲真的不用自己去做箭矢 你就這樣一直洗日洗就一大堆了 呵呵呵呵 不過弓箭我也很少弄到啦 那就來出發吧 GoGo 經過了小小的一段路 我們的目標就在前面啦 然後我剛走在路上的時候還發現 下面還有一大坨的遺跡耶 哇那個 看起來可能下去又要有什麼解謎之類的 那我還是先不要過去 不然我怕 我現在過去了之後任務又叫我要再去一次 那總之現在就先朝這個任務前進吧 先不要到處亂跑 不過如果順路的話 等一下來去看看齁 而且那邊還有那個光球可以收集 那我們就直接跳上去應該就可以了吧 可是他說需要跳藥藥水 先來看看不用的話跳不跳得上 就是那麼叛逆喔 欸看起來是不行 好啦不要做這種無聊嘗試 我們來直接喝下去 有有高了一點點 這邊跳得上 喔要繞旁邊捏 這掉下去會直接掛掉吧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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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我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上 看起來要重新跑一次 欸我發現一個寶箱 有沒有 我就知道這邊有寶箱 那我才故意掉下來的 喔是褲子 我之前有找到衣服 不過一直沒有收集到材料好做 但其實這裝備好像也沒有很重要 那你用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他戰鬥 目前為止都還蠻輕鬆的 沒有像之前那麼容易就掛掉了 欸好上來了 欸這邊不像遺跡耶 喔他只是在跳旺而已 那是有人在打摩斯密碼嗎 那是有人在打摩斯密碼嗎 不過他只是找到了一個 看起來只是找到一個比較 重要的地方 啊他還沒有去過 就算完成之勢了嗎 但等一下應該可以去去 我還有剩下兩個種族 我們看看 這要怎麼下 我們看看下面那個遺跡好了 反正這邊都應該是解決了啦 估計 我們去下面遺跡看看他有什麼東西 不然我不覺得之後我還有機會會過來 我猜不會摔死咧 我猜不會摔死咧 我以為不會摔死 他不是可以滑著牆下去嗎 沒想到竟然 沒想到竟然 打怪很久沒死了 還要敗在這種地方 為了偷懶啊 我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繞路 看起來要繞一大圈過去 我們就稍微來跑一下 可以到了 那剛剛才說 現在戰鬥變輕鬆了 早晚就來試 喔按錯 喔 沒有伸到位置 對他的戰鬥其實基本上只要 跑打跑打 一直讓他們產生擊退效果 基本上 就不會被他打到 他之後不知道還會不會遇到 抗擊退的怪 怪 沒錯 因為我試過打鱷魚種族的時候 只要這樣打就可以無傷 但是對付兩隻還是很難 但是對付兩隻還是很難 雖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的把手還沒操作習慣 然後就到拉 那這個地方 他這邊有一個圖示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是剛剛那個我們打那兩隻 那個 猶龍 哈哈 先打拉桿 他會轉方向 然後 然後 上面有一個 燈是 這遺跡也有可能是我們之後才可以來的啦 不過 倒是可以先 隨便試試看 那個燈看起來就是要照到什麼地方 嗯 啊 再試試看 打那個 機關 打他的機關會有什麼效果 喔 兩個會轉一圈耶 但是 但是是一席轉的啊 然後中間這個好像沒有任何 中間這個好像沒有動 而且 一席轉 他的圖示也沒有任何差別啊 那這個呢 看一下 他亮起來 而且也是持續 的 OK 他亮起來而且也是持續 的 這感覺是有一個方向啊 那我們讓他亮起來之後他也沒有消失 還是再一次他會 關起來 啊 這也是會關起來 這也是會關起來 卡住 還是說他根本沒有什麼機關 哈哈哈哈 他純粹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打一遍就好 現在麻煩的是 我剛好可以再做一個鑰匙 信號信號 封箭 之後有材料再慢慢把裝備加強吧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喔 再來戰鬥一次 我收的就是 先讓他攻擊一次 先讓他攻擊一次 他沒有攻擊到就 跑 打 然後 然後你就會被打 哈哈 我錯了 哈哈哈哈 好吧我錯了 我沒有很厲害 我應該要把裝備加強 我應該要把裝備加強 我們下次就把裝備加強 好 我們再去找 下一個目標 下一個目標 來這裡 Rocco 這個 連 tricks 這 這是 那個 出發 我剛剛又使用了快速旅行 因為反正我還有一個嘛 我就直接用了 那看起來就在前面啦 這個種族好像就是我們到現在 我自己私下玩的時候有看過的種族啦 就是那個巡弱 巡弱他們的種族 不過我現在跟他們還算是不友好的狀態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進去喔 那我猜應該就是最大的這個建築物了吧 有啦找到了 那還好他不會跟我打起來 那我猜是最大的 那我猜是最大的 我猜是最大的 我猜是最大的狀態 我猜是最大的狀態 感覺這種族 應該也算是比較聰明的吧 我也不知道 他現在叫我去山上去吸收一些日月精華 然後當我吸收了那些日月精華之後 我就會聽到一些幻覺 反正會聽到一些聲音 然後這些聲音就會告訴我 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就算命師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出發去他說的山頂上 我猜應該是我之前就有去過的地方了 好了 走上來之後馬上就到了 那他剛剛裡面有講到一個跟天線有關的 我猜應該就是這個東西了啦 不然我再往上走走看好了 因為說實在這附近唯一的裝置就只有這個 因為我之前也有來過這地方但是 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去使用 再往上走一點嗎看起來也沒有東西了 對啊從地圖來講應該就只有這附近而已 那 我們就試著爬到這個頂端上面看看 這樣他有提到天線的話啦 可是我要怎麼上去 可能會需要用到跳藥藥水嗎 欸不對啊那 旁邊有好幾個 但是也不是那個山頂上嗎 下面還有其他東西嗎 我覺得就是這一個了啦 只是現在不知道怎麼過去 因為 我剛直接走過來之後 我發現這邊有一個 可以對話的視窗喔 那我剛才還想了那麼久 喔原來把他藏到的水 雪堆裡面啊 滿 滿討人厭的喔 哈哈哈哈 怎麼 怎麼又來了 他們怎麼都可以即時的出現在我面前 他們怎麼都可以即時的出現在我面前 我總覺得這些花力鼠有鬼 他們真的在幫忙嗎 是嗎 我已經想到了 那是我來的 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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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秀之后,尔不卖一个人的线, 圆汀在数百元之间的位置, 就有15分钟。 大利亚果的合作常不许一千万多, 在马上无许一千万多的位置。 啊,我也不许一千万多的位置, 直到一个还不许一千万多, 也不许一千万多。 终于一百多万多的位置, 上马上轮廓门会起来, 他講的字越來越多了 他失誤是在說 這個產生一些問題然後會 幫助我們去解決 那他可能也要找找大家去研究看看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概是說了這些事情吧 那我現在是要做什麼 他應該是要我們去通知附近的村莊說 可能會引發一些風暴之類的 那我們要去提醒他們風暴來 所以我剛是被那個巡路人給騙了嗎 他騙我打開這個是引起風暴 那一個村莊就很近 另外一個比較遠一點 剛好就在反方向的地方 他們現在會 攻擊我 他們現在會攻擊我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全身發紫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現在可能要去找他們的斗內向 在後面 趕快找到他們的斗內向 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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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給那個謠言應該就可以吧 就是這個東西 不過我只剩一個 不知道夠不夠在做 先給吧 這樣嗎 沒有 只是先把 先想辦法跟他們變得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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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他們應該是不會攻擊我了 OK 現在他們應該是不會攻擊我了 嗯 我現在要做什麼 根本是 都喝脆了是嗎 身上都有那個 效果 效果是中毒或喝醉吧 那我現在不知道我要幹嘛 來 稍微研究一下下 我找到了 我研究了一下 結果又發現 原來他又給了我一個 製作書 可以不要每次都給一個嗎 可以不要每次都給一個嗎 這個製作書 的用處 反正似乎就是通知他們說 有風暴要來了 那我猜這個應該只是為了這次任務 所以要做出來 那 簡直就是超沒用的啊 我現在又為了要 做出那個製作書 我要去 打人了 那我們就稍後再回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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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又不小心把一個村莊給毀滅了 真的是 為了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啊 那 我到底有沒有收集到我要的東西 說真的我不知道 來 來 看一下吧 應該是有可以做一個啊 希望做出這一個一次給我兩個哦 有給我兩個真的太好了 每次都要我這樣去毀滅其他村莊 每次都要我這樣去毀滅其他村莊 我也是很不好意思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回去剛剛的地方吧 我剛成功交易了一個 那接下來要再去下一個村莊了嗎 來看一下他們的行動好了 那看我是不是給了這個之後他們真的就會全部離開 還是會做些什麼 哦 感覺是沒有其他動作啦 不過 似乎是讓這個村莊的 移動速度增加了 那我本來以為他們會 就 跑離這個地方哦 結果也沒有 結果也沒有 他是不是跟克拉克人除的不是很好 好吧那我們緊接著再去下一個村莊吧 那麼看起來就真的只有增加了移動速度 然後沒有任何的 其他的行動 我到了另外一個村莊啦 那 奇怪的是 我記得這個村莊 他原本是那個被狐狸種族給佔領了 結果現在又變成被雞給佔領了 他們到底在幹嘛呢 呵呵 那我現在又變得跟雞不是特別的友好 他們都看不慣我把東西捐給另外一個種族 那只要我捐給另外一個種族 我馬上就會和其他種族的關係變很差 這就是外交嗎 所以外交就是那麼的麻煩啊 你看害我和狐狸的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差了 呵 那 我這次就只給他們這個就好了 那麼這樣就算通知完了 接下來應該是回去剛剛的地方了吧 那前面有一隻蜥蜴人我來打一下 呵呵 我好像在他身上打到一個合成錶是不是 欸好像是這個嗎 好像是已經有了東西 叫我白高興了一下 那我發現我好像可以做新的裝備了 看看材料是不是夠了 剛剛好喔 終於有新的衣服好穿了 這個有三顆星 測閃一顆星 燈燈燈 他剛剛是不是瞬間裸體了一下 好吧真的只有一瞬間 我這個裝備好像就增加一點血量而已 好啦我們再去下一個地點 這應該是回去剛剛的塔的地方了 如果沒猜錯的話 那估計是不會猜錯了 他現在那群花莉鼠們不知道研究的怎麼樣了 哦我是要進洞窟裡面嗎 好吧我又猜錯了 我們就去吧 這個洞窟我也來過 欸 似乎也是我自己私底下玩的時候 來逛過了一遍 東西應該也都被我撿完了 他們剛剛是不是生氣了 欸還真的是召喚了 不是召喚 還真的召集了大部分的首領 但是只有三個 而且他們講話起來有夠吵的 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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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諾特 原來諾特也在啊 完全被雞也擋住了 嗯 其實不太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總之他們是完成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拿起來看吧 哦這是他們的紙嗎 哦這是他們的紙嗎 他們講完就這樣離開了 然後要我自己去解決了 這是協議書之類的吧 拆的啦 好啦不管那麼多 我就先把它撿起來 這是什麼 我剛好可以做 哦看起來是盾牌 哦看起來是盾牌 哦就直接來做一個囉 哦我有新的盾牌了 我不用再拿那個木盾了 但是我其實基本上都沒有用到啊 覺得時機非常的難抓 好 帥 帥多了 啊接下來這是什麼 哦這個似乎就是他們剛做出來的東西 那我要幹嘛 好 GoGo Disable 那就是一個停止的裝置哦 該不然我這趟下來就是 搞了一個破壞 然後再收拾殘局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有學到 哈哈哈哈 看一下位置在安 好的 很近 呦 似乎我要跳上去啦 好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哈哈 其實還蠻難的耶 招隊時機招隊時機 下來 跳 第二個 然後這邊是 轉圈跳過去之後 往上 其實我是不是直接爬到這上面 然後直接跳最上面一層就好 好 不然你就不用從下面往上跳啊 哈哈哈哈 那不會電人欸 嚇到我了 哈哈哈哈 感覺放二綠之後好陽春喔 希望他可以運作 他說現在 會開始告訴他 什麼叫做 失誤 那個英文名字叫 失誤啦 我後來 終於查了一下 這是可能之前 犯的什麼錯誤吧 這是可能之前犯的什麼錯誤吧 可以我現在回去找那個人 所以他應該只是叫我去修東西嗎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反正 反正最後謎題 我們 找到剛剛那個人之後 就有答案啦 感覺過任務的期間 其實就是一直在 跑地圖跑地圖 不過其實 劇情上面我還是 蠻期待的吧 那還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 跑地圖的 時候總是讓別人有點厭煩 喔 小心 快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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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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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旋路其實 人真的還算不錯 他在鼓勵我說可以創建我們自己的族群 他還提醒我們要小心一些事情 那就相信自己吧 不過 他 好像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這個大失誤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我沒有看清楚 嗯 他這邊是只講說 然後 那個什麼 加勒比人 卡勒比林斯 是這樣念嗎 然後 他們要求每個人去展現自己的優勢的部分 好 那 看來最後一個種族就是我們的蜥蜴人 這個就 我們就留到下集再見了 好 下集就 終於可以把 所有關於我們 大失誤的事情 給理清 好 啊 這故事又可以更進一步了 那就先這樣了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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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